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美國星島中文電台聽眾朋友 你們好 外如飛 又來到時事觀察的時間 今集講中國國情 因為光復業的原材料 高純世英沙漲價的新聞 今集就講一下中國的光復業 講一下它當前面對的困難 以及從而帶出什麼思考 最近一次令中國光復業 登上世界舞台走入世界視線的 是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 卡塔爾表明要做一次綠色世界杯 於是在用電方面 大量加入環保智能的因素 當中令人眼前一亮的 是卡塔爾的阿爾卡薩光復電站 是卡塔爾的第一個光復電站 也是世界第三大單體電站 那個放太陽能板的園區 佔地大概是1400個足球場大小 總共安裝了超過200萬塊太陽能電池板 以當地的陽光來計 預計可以滿足當地30萬戶家庭的年用電量 是一年的用電量 光復業是中國製造業的標誌之一 短短十幾年間從沒有到有 早在2011年中國光復業剛剛開曝 歐美國家立即就用雙反 兩個反制裁這個新生行業 就是反傾銷和反補貼 用各種藉口對中國光復業加徵巨額反傾銷關稅 導致當時中國光復產品出口 兩年內下降了七成 經過十年掙扎 光復業再次成為中國的外貿亮點 據報2002年 中國光復產品出口額超過512億美元 同比增加了八成 其中光復組件、龜片、電磁片的出口 都分別同比增加了55、60和130% 在去年俄烏戰爭的背景下 中國光復產品出口歐洲市場 同比增加了一倍有多,是114% 不再數數字了 總之中國光復業是中國一個大而且重要的行業 不過原來在光復業當前的高光時代 即是最風光的時代 存在一個某個小環節一卡 就可以卡住你的局面 而這次的小環節就是高純石英砂 在整個很多工序的生產過程中 需要用到高純石英砂的其中一環 主要是做兩件事 第一是做石英撼鍋 等等解釋是什麼 而另一個用途就是做光復玻璃 石英撼鍋是一個杯形窩了進去的器皿 主要是用來裝高溫融融的龜料 或者叫做直料 直和龜是同意思的兩個字 這些融成了流質的龜料 就裝在這些石英撼鍋裡 由多蒸龜拉成單蒸龜棒 然後再切割加工 最終製造成太陽能光復板 我會附個圖給大家看看 看看石英撼鍋的外形 剛才說過要用到高純石英砂的另一個環節 是做光復玻璃 做光復玻璃對石英的純度要求會稍微低一點 不像石英撼鍋的要求那麼高 因為石英撼鍋的純度和沒有雜質的要求很高 所以就算是最好的石英撼鍋 都只能用四五百個小時 大概二十個工作天左右 此一等的就大約只能用三百個小時 如果撼鍋有雜質 拉出來的單蒸龜棒 就會品質不標準直接報廢 而石英撼鍋的價格在三年前開始 不斷以翻倍方式去加價 因為高純石英砂在過去兩三年 有報道說 由每噸三萬元 漲價到十三萬元 黑市價還是每噸去到二十萬一噸 就是因為高純石英砂的價格狂升 使市場需求旺盛的中國光復業 不是怎麼賺到錢 中國光復業賺不到高利潤 高純石英砂加價只是原因之一 其他原因稍後再說 高純石英砂中國有沒有呢? 沒什麼 就算有這樣的礦場也未開發 中國用的高純度石英砂 主要是來自美國和挪威 挪威最近令我們有印象的 大約是北約英派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 他是挪威人 此外 詐不啟二號這件事 按美國記者嚇拾的爆料 挪威是協辦方 主力是美國軍方 這兩個國家現在未去到用斷工 來卡光復業的撥紙 來捏死這個行業 不過高純石英砂不斷加價 他們從中分去了很大的利潤 據報當前中國已經擴大到柬埔寨 馬來西亞、越南等等的東南亞國家 以及韓國、印度去進口石英砂 但美國和挪威的地位暫時不可取代 中國光復業是一個一波三折的行業 一個小小的高純石英砂 已經可以搞亂整個優勢 剛才說過賺不賺錢的問題 令光復業微利的還有其他因素 例如在行業內 彼此互相用壓價的方式爭取海外訂單 截止到2022年即去年 中國光復業的主要企業總共有5000間左右 大概4600多到5300間之間 當中2016年是註冊的高峰期 那年有449間公司註冊 同樣是去年的數據 長三角和珠三角是光復業的重鎮 廣東有696間 江蘇有891間 對於一個這麼龐大的這麼大規模的行業 在海外佔有高比率的市場佔有率 在很多方面都是市場一哥的情況下 但是就在高純世英沙這件事上 沒有能力在海外爭取耳價能力 不但反而被海外原材料供應商對它座地起價 當中究竟是整個行業的生產商 他們的經營思維出了問題 例如彼此互相押價搶客 是不是這樣呢? 還是政府沒有提供應有的協助? 舉例,對一個這麼重要的行業 發展了十幾年一波三折 但是行業仍然沒有聯合起來 共同行動的能力 光復業內不同層面的行會是否足夠呢? 一個這麼大的行業竟然在很多環節都沒有話語權 包括沒有能力一起對外倚價 美國和挪威的高純世英沙固然是獨市生意 但反而來說 幾乎是世界獨大的中國光復業 照計都可以有獨市生意的力量 但是現時的情況是 美國和挪威的相關公司坐地起價 受害的中國光復業 沒有能力聯合起來共同還擊 當中究竟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節目結束前總結 今年4月 2023年4月 《新華財經》有一篇深度評論的文章 篇名稱 《光復產業如何擺脫薄利多銷標籤》 文章的篇名已經直接點出了 當前光復業的困難和處境 和大家談談歐盟 歐盟在去年俄烏開戰的時候 第一季度轉口中國光復的元件 同比增加了一倍幾 去到160% 佔那一年全球光復業新增總量的7%左右 歐洲入購後 在今年3月 歐盟委員會起草了一系列新能源法案 有以下這條 任何單一國家新能源產品 佔比不能超過60% 這條規定矛頭分明指向中國光復業 因為在太陽能光復業上 現在只有中國對歐洲有這麼大的供貨量 所以歐洲入購後 就去打壓中國光復業 以上就是整個體積龐大的中國光復業實況 總之海外的電價急升 市場對新能源需求旺盛 中國的光復業應該盈利大增 但實際情況反而是光復企業的利潤沒有增加 不但由於原材料價格上漲 利潤更收窄 今集節目主要是補充光復業的實況 知道它處於高光時代 不過同時面對各種困難 暫時是成為中國大而不夠強的一個行業 未來如何令這個行業大而穩 大而有合理利潤 大而且強 仍然有很多事要做 今集先說到這裏 歡迎你訂閱、點讚和轉傳 我是余飛 快評見 拜拜